只见凯特王妃脚踩高跟鞋神清气爽向我们走来 期间他更与身旁的威廉王子默契地相识而笑 幸福之意不言而喻 当天凯特依旧选择钟爱的波点元素 至于出院时明显鼓起的小肚子 经过五周的调整后 显然已经恢复平坦 北威尔市的安格尔西岛 是威廉和凯特婚后的第一个定居点 婚后第一年王子夫妇曾在这里享受二人世界 如今威廉和凯特选择在这儿 作为升级为爸妈后的首度亮相 自然是让在场的群众喜出望外 因为按照原计划凯特王妃是要到9月12号 才正式参加公众活动 如此看来在家坐了一个多月的月子后 凯特王妃迫不及待出来透透气是原因之一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睡整觉的小乔治 让凯特有了足够的休息时间 由于威廉此前亮相活动时 还在挂念着给儿子买尿布这件事 于是当天在场的民众更是送给了 威廉王子婴儿用的食指巾 乔保威廉王子乐的 而据外媒爆料 乔治王子出生后 凯特并没有雇佣保姆 而是打破了英国皇室以往的传统 和威廉王子一起情侣亲为的 承担起照顾儿子的重任 至于此次夫妇俩一同出门 乔治王子则赞有凯特的妈妈在看管 这波在短暂亮相后 夫妻俩乘坐坐驾回家继续看孩子去了 威廉王子威廉王子丝毫不消气 英国采访报道